灯哥晚上出去给别人吃饭 吃了这么久都还没回来 在9点半了还没回来 哈哈 你给爸爸打电话看看 看他就回来 爸爸 快了不 回来怎么 好奇人哦 灯哥出去吃个饭吃了这么久都没回来 本来我们都没拍视频 走的时候我就给他说的 喊他早点回来我们拍视频 你看嘛 又没回来 本来我今天都不想跟视频了 但是我不跟的话又要停跟了 好不容易跟上 一不小心又停跟了 所以我还是将就拍着 但是等他半天都没等他回来 儿子 嗯 我们新年睡觉不关他了 不等我爸爸了吗 不等他了等他早知了 那下次他少时回来 视频都没拍他都不着急的 爸爸玩他好像在下雨呀 啥就啥了 你跑啥 快点睡觉了 准备到晚上了 嗯 好好的哭睡到了 现在10点34 我给灯哥再打个电话 你没吃好都没有 我真是服了灯哥这个浪流 半个小时都过去了 他还没回来 难道那个婆婆就爬这么 就吗 爬了半天都爬不回来 你咋还没回来咯 等我的小子坐好凉快点 下面的下雨你还在凉快 那你就在下面两块你就摸回来了 看嘛 他肯定是喝酒的 他想在下面 把酒吹一哈 他就感觉回来没的酒味了 这种毛病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以前也翻了两次 今天就不让他救我 进他的下面 我去睡觉了 看嘛 已经回来的 在外面敲门 我救不开 你就在外面 摸进来了 朋友们是你们你们开不开 我反正不开 今天在外面待半个小时 哎怎么没有人呀 蹲的这也像啥子 灯哥 灯哥 你们看看这个人 我蹲的是不小时候 灯哥 我等你半个人 你们开门呀 你下来回来哦 你喝好多酒吗 我没喝酒 我断杯酒 我用酒 这么大个酒味 你还说没喝酒 那不小心了 庞愁 一天喝了没得多多 去吃喝酒 一走的时候我跟你说 你忘了一件事了 什么 拍视频啊 我和老王子 你拍了 我在呢 我下次都不想说你 你看看你这是第几次了 前面两次都被我关在外面 你这次又烦 难得一点都不长急行吗 不是不然你喝 你自己好大个毒量 难得你不能说吗 你们打晚上了 我真的没喝醉 你一起去啦 拜拜 他嘛 他每次都是人样子的 我说他喝多的 他说他没喝多 他以前喝酒 我记得那个时候 妈还等我呢 有一次他三斤半夜起来 还吐啊的 我看他今天晚上吐不吐 吐我也不得关他 他这个人还在睡 早上十点 我们都起床了 昨天晚上的视频还没结尾 我来给大家结尾 其实大家看我挺胸的 对灯狗比较严厉 其实我觉得男人喝点酒没的事 但是一定要掌握了个毒 我最不喜欢 活回来哇天哇地的那种情形哈 我是最讨厌的 但是我后面想一想 还想着从我们拍视频以来 我登革的朋友圈越来越下了 其实偶尔出去 放纵一下也没得生 他是很久都没有出去给朋友聚好 和个小酒了 其实也可以量级的 昨天我是最主要是一天没拍视频 心里比较着急 所以家家的又被男人的惊讶 我认为你会尝试一下 就不要再来 我感觉到你